1945年8月14日,日本民众第一次在广播中听到了天皇的声音,但他们没有喜悦,而是十分的悲痛,他们深信的伟大事业彻底失败了。 二战中日本对各国的伤害令人发指,仅在中国的一座城市,被日军杀害的中国人就超过30万,日本欠战中国14年之久,至于杀了多少人,恐怕永远是个迷,同样日本也杀害许多的美军,美军占领日本后,立即立了个名单,按照名单招了100多人。 但是杀了罪魁祸首,欲人天皇,二战时的日本天皇可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,而是握有实权的。 在日文的历史上,天皇的权力被幕府驾轰了680多年,一直到1867年,最后一位幕府将军的川庆喜飞归还大权,到了明治天皇时期,天皇的权力达到了顶峰,因此欲人天皇的权力是非常大的, 可以说他就是日本国策的实际决策人,他的命令就是圣旨。 照这样说来,二战中除了东条英姬等一些甲级战犯,理应还包括欲人天皇,可是为什么没有审判日本天皇呢? 实际上当时确实有国家基础了要审判欲人天皇,这个国家就澳大利亚,因为日军在占领新加坡时,折磨死了8000多澳大利亚士兵。 后来在新几内亚战场上,澳大利亚为了报仇,杀死了18万多的日军,战后还竭力要求审判天皇,可是前面有个美国挡着,才只得作罢。 美军占领日本,主帅是麦克艾瑟,也就是说在审判处死欲人天皇这件事上,麦克艾瑟有着很大的话语权,可惜他是一个亲日派,但他对欲人天皇的所作所为野心之肚明,并非盲目的亲日。 1945年9月27日,欲人天皇主动登门拜访,这是天皇难得的屈尊,不过后来,麦克艾瑟做了一件小事,他在和天皇谈话结束后,主动伸手去和天皇握手。 按照日班的规定,天皇是不和民间人握手的,因为天皇是神,欲人天皇迫于麦克艾瑟的压力,不得不伸手握手了,这一握手彻底把天皇拉下了神坛,麦克艾瑟干的这件事,必杀掉天皇还解恨,让世人明白,天皇也是人。